安省伦敦市市长昨天下令占领伦敦的示威者要在昨天晚上6点之前拆除在维多利亚公园设置的帐篷 不过在最后期限过后,示威者仍然没有行动 警方和市政府的复利执法人员在今天凌晨采取行动,移除示威者的帐篷和临时搭建的设施 虽然现场气氛一度紧张,但是过程大致顺利,没有人被捕 伦敦市长今天表示,示威者可以继续在公园示威,但不能在晚上10时到早上6时期间逗留,否则会被驱赶 在卑诗省的温哥华和维多利亚,市议员也都设法获得一项禁令,以火警和安全隐患为由驱逐当地的示威者